心电图,是许多类型体检项目中必检的一项,心电图检查实际包括常规心电图,24小时动态心电图,心电图运动和试验等等。 那么,心电图究竟查的是什么呢? 许多人其实对心电图不太了解,那这项检查究竟是有什么临床意义呢? 一,心电图,心电图是利用心电图仪来记录下人体体表现在部位每一个心动周期所产生的电位活动变化的一项检查。 这些被记录下来的图形,就是心电图,是一种快速简便,安全有效的无损伤性的检查方法。 当病人应感到凶了心慌、心悸、心躯不适或疼痛等症状时,医生都会安排其做心电图检查。 目前,心电图检查技术,以普遍地被广大应用在各大医疗机构,辅助医生在疾病进行诊断。 二,心电图检查的临床意义。 一,反映人体正常心脏的电活动。 二,帮助识别心律不齐。 三,帮助诊断,是否有心房或心是肥打。 四,能迅速反映心肌梗死的部位。 五,能反映心肌缺血程度。 六,能帮助诊断心肌炎、心包炎等心脏疾病。 七,用于心脏健库。 三,心电图检查结果分析。 一,心电图检查,其格子中每一条细数线和每一条细横线均相隔一毫米,一条粗线由五个小格构成,每条线距离相隔五毫米。 按照国际标准,心电图检查的移动速度是每秒25毫米,即横向的每个小格为0.04s,每两条粗线之间的距离为0.2s。 二,心电图波及波段,一个正常成年人的心脏电位活动,开始渔斗房节。 兴奋的同时,电位会经节间数传导这个房式节。 然后,按锡式数座,又树枝普肯野纤维的顺序进行传导。 最后,兴奋个新式,由于这种先后有序的心脏电位的传播,引起了一系列的电位改变活动,从而形成了心电图上相应的波段。 一个正常成年人的心电图会记录有P波、PR剑7、QRF波群、Q波、T波和U波等波形机波段。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